个人支票 到银行柜台就能取线 谁知道 真的假的呀 你是真没见过世面的小妹妹 声明怎么写 很简单 表达你从现在开始跟主帖寺 没有任何感情和经济关系 鞋上的名字 再加上身份证号 可以了 不用紧张 措辞也不用那么严谨 好 不用紧张 措辞也不用那么严谨 你什么意思 我害怕 有什么可害怕 只不过是人生的一种 插曲而已 我害怕跟你做完这笔交易之后 我的脸上也会长出一张 跟你一样的麻将脸 为了一段似有似无模糊的感情 值得吗 可那毕竟也是感情 就算褪色了 褪色的都模糊了 也比没有强 好 我明白 我可以加码 五百万 你们说 我要是收了那三百万 你们 会比是我吗 常来酒吧消费就是吧 你也太功利了吧 关键是在你心里 老朱没有那三百万有安全感 可是麻将脸都说了 就算我不写那份声明 不要那三百万 要是打官司 老朱也赢不了 再说了 老朱他怎么想 他连面都不露了 那场子可是他的命根子 再说了 老朱除了跟我模糊之外 还能有什么 对不对 他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说过 是他女朋友 老朱除了跟我模糊之外 可能 人家也没想跟你怎么着呢 你们两个怎么不反驳我呢 顾小薇 其实你已经打定主意了 所谓的商量 无非就是寻求支持 我们起什么后务 爱情 一次比一次褪色 初恋是纯粹的 之后 又为尊严 为安定 幸福 生养等等 爱褪色了 自然就会假伤计算 老你费心了那就 这有啥费心呢 别人想费这个心 还没这个资责呢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一变一变没完了是吧 你知道我们江总是什么人 好 我过去吧 谢谢 我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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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做这笔交易 跟我想的一样 是不是觉得自己 从来没有输得这么有含金量过 关键是不够爱 或者 就没有爱 只是在模糊 弄得像油一样 我决定了 出卖得也并不痛苦 对不对 你 从来没爱过吧 我家是显赫小妹妹 在我们家的一个家族里面 任何一种感情 都有可能被出卖 与其被出卖 还不如别有 省得给自己找花粉 我说的话你最好别反驳 你可以好好思考思考 这对你的成长 会很有帮助的 废话少说 拿钱 给你 个人支票 到银行柜台就能取现 谁知道 真的假的 你是真没见过世面的小妹妹 声明怎么写 很简单 表达你从现在开始 跟竹铁寺 没有任何感情和经济关系 鞋上的名字 再加上身份证号 OK了 最好 再加上身份证号 长 你什么意思 我害怕 有什么可害怕 只不过是人生的一种 插曲而已 我害怕跟你做完 这笔交易之后 我的脸上也会长出一张 跟你一样的麻将脸 为了一段四有四无 模糊的感情 值得吗 可那毕竟也是感情 就算褪色了 褪色的都模糊了 也比没有强 好 我明白了 我可以加码 五百万 我可以加拿 我可以加拿 远石 二百万